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底大鲨鱼的美股投资频道 我是艾里克斯 今天是8月17日周二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表现 美国股市周二下跌 7月份零售商和餐馆支出降幅超过预期 人们对经济复苏不乏的担忧加剧 美国人口普查局周二上午宣布 上个月零售额下降1.1%至6177亿美元 接受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 销售额将下降0.2%至约6200亿美元 加德堡股价下跌4.6% 该公司的美国铜电销售额两年来首次低于华尔街的预期 原因是疫情高峰期 DIY项目逐渐减少 该公司财报还导致了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Lois Inc的股票下跌4.4% 增长强劲的公司包括股哥旗下的Alphabet Facebook 微软特斯拉和亚马逊公司 这些公司的股价下跌0.4%至3.1% 拖累了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指数从历史高位回落 波音 英特尔 耐克和道英克也是造成股价下跌的主要原因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30个成分股中 任何一家股价每上涨1美元就相当于波动6.58点 标普11大类股票中有10大类股票下跌 非必须消费品领跌 医疗保健行业是唯一的赢家 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之间的争斗再次加剧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方的贸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发表了一篇评论称 作为最热门的行业之一 电动车将成为受影响最大的行业 因此中国电动汽车的股价正在下跌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将目标对准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 通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方账户 詹斯勒一直在向投资者传授股票市场和经济方面的知识 在最新的视频中 詹斯勒讨论了中国严格的交易规定 这些规定阻止外国人从中国购买股票 因此这些公司必须采取变通措施 以便在海外筹集资金 据詹斯勒说 他们通过与空壳公司签订合同来做到这一点 这些空壳公司随好以承包商的名义 在美国上市并筹集资金 因此当你认为你在投资一家中国公司时 他说你实际上很可能是在投资开曼群岛 或者世界其他地方的一家空壳公司 这段视频不仅仅是对中国股票本质的教育警告 相反这是对这些公司本身的警告 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在采取行动 将这些空壳公司赶出华尔街 事实上该机构目前正在对这些外国公司制定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规定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评论令中国电动汽车股在盘前受挫 这些言论通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社交媒体渠道发布 导致中国电动车股票在盘前交易中受到打压 目前电动汽车正在受到全球的严格审查 特斯拉正在处理涉及一系列驾驶员使用自动驾驶功能的撞车事故 未来汽车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德威尔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奈杰尔格林表示 投资者还将阿富汗危机列入了可能影响股票回报的越来越多的因素之中 新冠疫情的影响对收入峰值的担忧 令人失望的中国经济数据 以及本周美联储会议纪要将如何影响政策 都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格林说中东的稳定 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拜登面临的压力 国际恐怖威胁的前景 以及中国人民币的主导地位都将受到质疑 美国东部时间今天下午1点半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与教育家与学生举行市政会议 交易员将听取美联储主席关于经济政策变化的任何暗示 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罗森格伦 周一晚些时候表示 就业持续增长可能使美联储有理由削减月度资产购买计划 这为美联储何时开始缩减购债规模的争论加上了一笔 伯南克也表示 如果就业市场报告再次强劲 我认为我将支持9月份宣布 我们正准备开始缩减购债规模 同时西德克斯中值原油下跌0.37%至67.05美元每桶 国际油价基准布伦特原油下跌0.1%至每桶69美元 黄金价格持平于每盎司1791美元 好了以上就是周二美股市场观察 我们下期再见